南橫公路通車至今 許多民眾都想一探南橫的美景 但公路總局考量山林修養 及修復工程順利進行 17號起 每週二與每週四兩天 實施封路管制 雖然已經宣導已久 但還是有許多民眾 不知道訊息 無功而返 桃園居民表示 儘管封路首日人潮變少 多少影響生意 但也希望暫時封路 能夠加速南橫公路的維修進度 公路總局強調 由於南橫通車後人潮過多 導致天池以上修復路段的機具 物料無法運送 為了讓南橫山林永續發展 每週二和每週四管制通行 請民眾注意可通車時間 原則新聞.高雄桃園 採訪報導 設施 使用 優遇 優遇 並且